歡迎收看 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大家好 我是郭敬成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有一些孩子我們生下來 他就給我們來代財 像是來報恩的 有一些生下來 我們對他這麼好 可是他到後來 到底是寵壞了還是怎樣 好像來報仇的 真的耶 有人在說 家人常常在受缺責 互相折磨 今天從命理的角度來切入 有些方法也許是可以幫助到 大家可以化解的 真的 來 我們首先歡迎我們的特別來賓 我們歡迎孔蘭勳 孔姐 大家好 孔姐 妳好 還有他最漂亮的女兒 劉曉毅 瘦了 好棒哦 要繼續哦 有下班了 太棒了 好 我也要瘦 我的目標解肥10公斤 真的哦 來 歡迎我們的命理老師 首先歡迎瑋瘟老師 瑋瘟好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 這個國際靈學大師 朱鋒靜老師 大家好 嚇死人了 一個女兒跟爸爸要五千塊 爸爸沒有給他 他就砍了他爸爸兩百 二十四刀 二十四刀啦 對啦 兩把刀都砍斷了 這件事實在是太誇張了 老師 你是覺得說 這是寵壞 這一定是寵壞 為了一點點小錢 可能就做出大家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說前一陣子 正言法師也提倡說 我們大家要疼小孩 但不要寵小孩 疼跟寵之間是有智慧的 是不一樣的 所以做父母的要想一想 今天我們也是要來這邊問一下 這位做媽媽的 妳是怎樣寵妳的小孩 把小孩寵成這樣 我沒有砍妳 孔姐 孔姐有三個女兒對不對 對 然後前一陣子被大女兒說 掏空了積蓄 孔姐唱歌唱了一輩子 然後說把妳的房子都拿去貸款 然後現在女兒卻失聯 找不到人 兩棟天母的房子 其實當初我想 年輕人出來闖事業 都是需要資本然後什麼 但是沒想到會闖了一個 這麼大窟窿 她是跟你開口是借錢 是要創業 開口的時候 沒有… 她出狀況以後有跟我講過 可是後來繼續狀況 繼續下去以後 出狀況以後 她沒有跟我講 她就自己做了一些事情 什麼意思 她就把妳的 就從抽屜裡把這些全做 因為我的東西在她那邊 她自己去辦 沒有 因為之前我媽媽 因為我房子之前有貸款 就是給我姐姐用 所以貸款都是我姐姐在付 結果到後來 因為我姐姐說 她有認識一個朋友 在銀行做事情 貸款可以更低 利率更低 就不要付那麼多的錢 所以叫我媽媽把房企 跟那些全樁給她 然後她去辦這個事情 對 結果她就 拿去辦了別的事情 把錢帶出來 辦了別的什麼事 沒有 她後來 還就是有跟地下錢樁 有點忘了 所以就把房企 抵給那個人 然後借了一些錢 越無越大空 對啊 然後現在女兒還失蹤了 對 去年到現在沒有跟我們聯絡 沒有 這麼久都沒有聯絡 對啊 那小儀有打聽姐姐在 到底在哪裡 有據說但是不確定 就也 因為我電話後來也 也沒有 都沒有她的電話 送不到她 連絡不到 是 那姐姐是做什麼生意呢 怎麼會虧這麼多呢 她之前有開卡拉OK 卡拉OK 卡拉OK 對啊 可是有一些生意做的生意不好 就收了就好了 該收手就收手 淨淨姐開火鍋店 生意不好就收了 收都已經出狀況了 那個時候 因為你有 你們有員工啊 房租啊 酒錢啊 這都是需要錢的嘛 你一個月幾十萬 你看加起來就是 沒有啦 主要是她又愛玩馬獎 是節肚 這個書比較多啦 有賭的部分 所以就變成 因為那時候開卡拉OK 店幾乎都有些是現金啊 不然就是什麼 那就也有結交一些朋友 可能打得比較大 對 那她可能有贏個幾場 她就覺得 這個賺錢很快 還是怎麼樣 傻瓜 可能啦 我是不是這樣講 這可能是被設計的 重點是一個愛賭就算了 姐夫也愛賭 就兩個一起賭下去 真的啊 對啊 所以就 她可能也不敢跟我媽講 所以才會搞這個事情 脫類的孔姐這樣 其實講起來 他們現在雖然躲起來 但是心裡其實也不好受 肯定的 他們一定也不想 是 不過這個 所以說小姨 那你看到這個事情 你有會覺得不公平嗎 就是說媽 你都對姐那麼好 什麼都給她 多多少少會有一點 可是她也很無辜 她也很無辜 我說真的 其實沒有 也沒有 因為那畢竟是我媽媽 自己賺來的錢 我從來也沒有想說 要分財產幹嘛什麼也沒有 對啊 所以其實弄掉 只是覺得說 大家都一家人 比較沒有必要這樣子 是 對啊 這個事情還好是小姨 跟妳講 孔姐都不太好說 因為其實我媽是一個 很傳統觀念很重的人 她會覺得這種是家仇 家仇就不要外揚 對啊 那我們談一點喜事 那孔姐 我還在想 能不能再賺幾棟房子 還有沒有這個體力 還有沒有這個能力 最近這幾年身體比較差 所以那現在家裡 就剩自己住的這一棟 公姐 早些年 早些年賺的 我本來是想說 如果一棟我可以養老住 另外一棟可以租出去 我就可以了 我也不是很喜歡買名牌的人 也不是很奢侈的人 我實實在在的 對 我想我這樣應該 也不一定說以後 需要女兒他們來養我 我才能過日子嘛 對不對 可是現在看看 他能做幾年不曉得 繼續努力吧 所以這為二的兩棟 都給抵押 都給弄出去了 第一棟跟第二棟時間隔滿久 隔滿久 所以原來是住在自己的房子裡 對啊 後來知道這個事情之後 就得從自己的房子搬出來 然後現在租房子住嗎 對啊 好悶喔 被貼封條了 老媽的老闆 人家來告會查封啊 房子要查封 發派啊 當時的情形是什麼 人家來查封的時候 你才知道嗎 對 因為那個時候 有一段時間我是搬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媽常生病 那我一定要住在旁邊 因為她隨時可以送急診的 一年不知道送了多少次急診 一次都是半個月二十天 有時候很長 是 那你想看看 她有個什麼事情我會很緊張 所以我的心臟也不好 常常被嚇的 她凍凍坐在那邊 心臟停止了 你說真的就會這樣子啊 對 常常一進去醫院上 所以其實後來那一棟 最後那一棟房子 其實有大概半年一年 是租給那個 我姐姐的朋友 對 那他們住在那邊 就是有人就 後來就去貼條子幹嘛 他打電話跟我媽媽講 我才知道 不然我根本不曉得這個狀況 妳當時知道的情況 當時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不曉得妳要怎麼樣 無言對不對 怎麼又來了 無言 很無言 因為你說第一棟也是這樣子的狀況 搞到就沒有了 但是第一棟的方法不是因為 欠人家的錢 第一棟也是很荒唐 第一棟是很荒唐 第一棟是 我媽媽本來住在那一棟 後來她因為東西太多 那我大姐那時候結婚 然後她等於讓我大姐住在那一棟 房子裡面還有二姐 然後我跟外婆住 我媽媽就搬出去住比較 租一間比較大姐 然後那我大姐住一住以後就說 這個房子老了可能要裝修什麼 就重新又打裝潢就對了 就打到裝潢後來又跟我媽講說 那乾脆這棟房子賣給她好了 問題是賣給她 我媽一毛錢也沒拿到 反正就搞得很怪就對了 真的 也算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 聽了這個更不敢生 來 不好意思 這件感覺幸災樂禍的事件 這個不是幸災樂禍 這個是有時候真的是 我們又從別人的故事 我們自己會害怕的你知道嗎 對 老師 那好像孔姐三個女兒 像二女兒 小女兒 小姨 跟五乖都很孝順 那這個大女兒跟孔姐到底是 前世什麼 是什麼樣的姻緣 其實她的大女兒是 前世 你欠她很多 喔 你前世是阻止她的婚姻 你前世也是她那個媽 然後 你前世阻止她很多婚姻 然後你記得 你阻止她然後也給她拿了很多錢 對 然後這輩子換著 她們 你已經成全她們 可是你還要去付錢 對 其實你三個女兒 我這樣講 三個女兒喔 以後你要靠她 靠小姨 對 你現在沒有房子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 打包票送你 三年半以後 你就會看到一個房子 是小姨送的嗎 應該是 減肥後的小姨 好緊張喔 是小姨送給媽媽的 應該算一起住啦 她買然後大家一起住啦 生年半很快喔 對 應該同樣是子女喔 都是自己生的 但是不一樣耶 對 所以上輩子我欠你很多 沒有沒有 你應該講說上輩子 媽媽欠你的比較多 真的嗎 那我上輩子跟媽媽是什麼關係 後面你還媽媽的以後 有比較多 也是報恩的 對 所以我跟媽媽上輩子 也是母女嗎 對 只有老二不是母女而已 為什麼 因為我兒子是乾女兒而已 是 真的耶 我二姊就 以前小時候都跟我媽比較不親 對 她是乾女兒而已 真的 三姊妹來說 對 大姊跟我 比較跟媽有話聊 然後二姊都比較沉悶 比較不那個 可是她也知道是媽媽 但是她就比較不像女兒這樣子 是 太不像男的 對 這樣 不過我們接下來 幫觀眾朋友問一下 就像這個 這個新聞事件 就是說我們常常看社會新聞 不管是這個兒子女兒 不管是打父母的 或者是苦毒父母的 或者甚至是殺害父母的這種 他們的下場會成怎麼樣 老師一定會有報應吧 非常 第一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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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